大家好 这里是黑马格斗 打法嚣张 身手敏捷 对手每一次的进攻都会换来他无情的嘲讽 如果在擂台上对上他 注定要被他戏耍 他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主角 传奇太拳王闪恋乐德斯拉 第一次看乐德斯拉的比赛 你会有一种恨不得亲自揍他一顿的冲动 对 他就是这样欠揍 和他交过手的选手都会有一种气急败坏的感觉 有人说他狂 但是你看过他的比赛之后 你就会知道他确实有狂的资本 1981年出生于泰国的乐德斯拉 10岁就开始跟随父亲练拳 此后在泰国曼谷一家拳馆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20年间获得过多个青难级世界冠军 曾经常年霸占泰国伦平尼拳场青难级No.1的位置 2009年乐德斯拉作为特殊人才被引进加入美国国际后 一连取得了惊人的123场连胜不败记录 这个记录迄今是没有人能够打破 之后乐德斯拉开始频繁作战于国内赛场 曾经跟中国选手打过15场比赛 其中跟邓德奇就打过4场 两胜两负算是打平 标志性的闪躲突然间的戏耍对手 诡异刁钻的打法都是乐德斯拉独一无二的符号 如果说爱尔文·约翰逊是NBA球场上的魔术师 那乐德斯拉绝对是格斗赛场上的魔术师 对上他你就要打起12分的精神 因为充满杀机的赛场就是他华丽的修场 这就是传奇跆拳王闪电乐德斯拉 好的 如果你也喜欢格斗 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点个免费的赞和关注 这里是黑马格斗 我们下支影片见